熊市产业员将在今天盛大开幕 熊夫人这位传奇领域 熊夫人 碰到数千日产族 她还收养了一对孤儿子 恭迎熊夫人 熊夫人 熊夫人 您不仅生意做得好 家庭也是如此的幸福 一心快来 妹妹害怕放炮 你赶紧带她出去玩啊 熊夫人 听说您一个人带三个孩子 有两个还是收养的 请问您是怎么兼顾事业和家庭的 我工作忙的时候啊 姐姐定心呢 会帮我照顾妹妹 还特别懂事 本来我才是容家唯一的小公主 妈妈只和我一个人 姐姐姐姐 我想回家 要不是你 我早就可以和妈妈合照 一起登上报纸了 该好厌死你了 有什么要美的 姐姐姐姐 不是我干的 是你自己摔的 不然不 宁儿小姐 疏通了 什么 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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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宁儿 宁儿 这怎么有个孩子 有人吗 谁家的孩子 这怎么还受伤呢 孩子醒醒 孩子醒醒 我看这孩子的耳膜 恐怕是被砸穿口了 我们这技术也不行 再这样下去 恐怕就要耳聋了 这可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他父母是谁 算了 江叔 放弃吧 你看这孩子 脑袋有伤 醒来之后 八成也是个傻子 你平常靠捡破烂为生 哪有钱救他呀 小徐 这是我最后一次还款了 以后 我欠你的账 就清了 江叔 你们家江月呀 可真有出息 考上了市里最好的贵族大学 你们家呀 可算是苦尽甘来了 多亏当初啊 你借我钱才救的月月 不然的话 哪里有我们妇女的今天呀 今天不是开学的日子吗 你没有送你们家江月过去吗 我 我就不过去给她添麻烦了 江叔 你快来 你们家江月 什么 月月出事了 不是 不是 这个也不是 这个也不是 这些玉佩都对不上 没有一个是我女儿 夫人 还有一批明来人员 我改天带她们见你 喂 啊 好 夫人 学校来电话了 说大小姐和大小女出事了 都什么年代了 还穿这种 真是个土包子 你说 她该不会跟个男人一样吧 哈哈 已经检查完了吧 没有你的耳环 可刚刚只有你碰了我 所以耳环 肯定还在你那里 你已经当众检查过我的行李箱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没说你偷了就是我 搜了行李箱 我还没搜身呢 你们别欺人太甚 这个先生刚进校 是个罪了两位大人物 他们可是荣家的大少爷跟大小姐 以后可有个回事 来啊 有没有哪位这新同学 建议帮忙搜身的呀 龙少 我们帮你 没了 没了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是不是拿着龙少的东西 你们干什么 谁允许你们欺负我女儿的 我 你是谁 凭什么欺负我女儿 都散了 这位家长 您先别激动 有话好好说 这话你应该给他们说 你女儿偷了我的耳环 我检查一下怎么了 我女儿为人本分老实 不可能偷你耳环 你就是故意诬陷她 你说的好呀 我就是故意诬陷她怎么了 我就是故意让人搜她的身 又怎么了 你 你这个底层的垃圾 和我妹妹一下试试 龙海欺负人了 有钱就来不起吗 你敢打我哥 你敢打我 谁敢欺负我女儿 蓝一心 没事吧 怎么保护妹妹的 她怎么能有事 被欺负的 明明是我的女儿 夫人 同学之间产生一点误会 怎么惊动您了 我马上处理好 可布置一点误会 这女的偷了一心耳环 王校长 我每年给学校投资好几个亿 你就让这样手脚不干净的人 跟我的儿子女儿 共处在一个环境当中 你觉得合适吗 王校长 你的招商简章是摆设吗 小偷也招 夫人 这里面肯定存在误会 而且江岳同学 是以全市第一考进来的 品学兼优 应该不会是小偷 应该 学习好就代表人品没问题吗 看来王校长 是不想要我们荣家的投资 没有没有 夫人 您先别生气 我这就处理 你不要去教务处报告了 快走吧 校长 这样不行啊 月月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你说不让读就不让读了 这还有没有往返了 明明是他们先都说打人的 要什么让我退学 凭什么 就凭你这样的出身 也敢来冒犯我的女儿 我一句话校长都可以走人 更好碰你一个新生 对不起 江岳爸爸 你女儿的学籍 必须开除 你们赶紧走吧 我可以给你们道歉 别开除江岳 行不行 不让他退学也可以 不过他刚刚推了我 让我很不高兴 这样吧 你从这跪着爬出去 大喊三声 我是小偷 要是我高兴了呢 说不定就可以原谅他了 怎么样 我没有偷东西 凭什么要背负这个骂 而且我爸他不能跪 大不了这学我不上了 没事月月 没事 爸已经这样了 跪就跪吧 只要能保住你学籍就行 爸不行 月月 你到底跪不跪啊 不跪赶紧滚蛋 别在这儿 跪 不愿意跪 爸 爸 我是小偷 女儿偷东西 爸爸跪在地上当狗 我是小偷 谁叫个惹到荣家的人 我是小偷 你现在满意了吧 妈妈妈妈 你别走 算了算了 一心紧出 回家了 这么好玩的宠物 只玩一次 多可惜 哥 你说下次 我们怎么欺负他呢 你看我起来 爸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我没有偷东西 大不了我们可以去查监控的 月月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 爸爸不能让你没学上啊 月月 以后要是遇到他们 就躲着点 我不 大不了 这学我不上了 我不能让你学你的耻辱 是爸爸没本事啊 对不起 爸 你干嘛 你不是说鸟环被偷了吗 我就是单纯看他不顺眼 所以才欺负他呢 走吧 尼尼尔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 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 哎 这批新生跟尼尔的年纪相仿 你们平时在学校的时候啊 帮妈妈注意着点 看看有没有佩戴玉佩的女孩子 又找 妈 每年你都让我们留意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不也没找到 说不定 怎么就死在外面 以后这种话不要再说了 虽然哥平时疼你 但尼尔是我们的妹妹 必须要找到她 而且小时候 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多好 我刚看到那个女孩子的时候啊 我就在想 如果尼尔也被这样的 穷苦人家收养 该怎么办呢 哎 妈 继父不是要回国吗 她是咱们学校邀请的教授 我们可以办一个新生晚宴 就当是给她接风了 到时候也可以借此查找尼尔 可以啊 来来来 所有女生都过来 新生晚宴 只有有邀请韩才能入场 快来 哎 我要我要 给我一张 谁在跟晚宴呢 喂 你不是新生啊 我不感兴趣 你要是不去 那我玩什么呀 不过 你要是不去也行 让你爸爸去 你爸爸 不是最会学狗教了吗 到时候 我把他爸请来 给大家做个表演 好 好 好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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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喂 嗯 里面还有些不用的纸壳子 能卖钱 你都带走吧 哎 好好 把那一箱香槟 啊 搬进去 到时候这纸壳子 也给你 好好好 我包 跟我来 这谁呀 怎么臭哄哄哄的 这好像是江月他爸 听说是捡垃圾的 新生宴会都来 不会是为了那个纸壳子吧 一个老垃圾 还有个小垃圾 哎 这不是培养出全市第一名 江月同学的爸爸吗 大家欢迎欢迎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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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你说你这纸壳子是几个钱 要不这样吧 你给大家表演一下 我们呢 试一省你点钱 怎么样 表演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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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表演一个 表演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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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这么重的箱子 你都搬得动 好大的力气 我已经习惯了 那叔叔 十万块钱的香槟喝过吗 看你这么辛苦 应该口渴了吧 我不会喝酒 你要当初给大家劝一个 这里的空壳子 还有酒瓶子 都是你的 就是 炫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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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别喝 你别太过分了 我爸爸身体不好 不能喝酒 是吗 既然他喝不了的话 那就由你代劳吧 你烟一个 帅 depart 胧羽 你看你都干了什么 别动 上次就是他 想姓逃过了一回 这次绝对不能放过他了 景初 不许胡闹 景初 不许胡闹 姑娘 你还好吗 我送你去医院 他弄坏了你 景初 一心不冷静就算了 你作为哥哥跟着胡闹 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出人命的 就闹着玩玩 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们不是一家人 我只是觉得 你很像一个人 谁 他 这是我老婆 饭来喽 来 两个小坏蛋 上来就夹鸡腿 今天就一个鸡腿啊 咱们留给妹妹吃 妹妹正在长身体呢 你们都是大哥哥大姐姐了 是不是啊 嗯 哎 妹妹多吃点 快吃 姑娘 姑娘对不起 我只是觉得 你和景初的妈妈 年轻时的眼神很像 所以 我想给你看看她相片 我年轻的时候 做事光明磊落 怎么会和这种女孩子想 你也过来 到妈妈这儿来 夫人 你认识她 冯叔叔 她就是个小偷 之前偷了我的耳环 妈已经见识过 她不要脸的程度了 我看她挺可怜的 应该不会偷东西 冯叔 你必被她外表所迷惑了 像这种底层皮子 最擅长就是装 妈 刚刚她还弄坏了 冯叔叔的雕塑作品 你看 这就是纯属报复呀 你知不知道 那件雕塑的价值 你把我的晚宴都给我毁了 我不是故意 把她摔碎的 是她们故意把我追的 还听嘴 小小的年纪 心思这么歹毒 像你这种人家的女孩子 你妈妈没有教过你 什么叫廉耻吗 我的出听器呢 我的出听器 夫人算了吧 还是个孩子 如果妮儿在的话 也就这么大了 我的妮儿那么乖巧 怎么会和这种人一样 冯叔叔 你确定因为一个心思歹毒的小偷 就跟我妈去气吗 江月 现在跪下来 给我妈道歉 是你拿着邀请函 要求我来参加的 你是故意的 我邀请你 是因为你是新生 我出于礼貌而已 谁知道你真的不要脸的来了 你说你来也就算了 她把你捡破烂的 被我老爹带了 还弄坏冯叔的雕塑 真是个臭的心 我们容姐 最看不上这种 没有较养的女孩子 我挺高的 以后离我的儿子 跟女儿远一点 来人 把他给我扔 你会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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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不准和这样的同学来往 会学坏的 知道了吗 你是觉得我刚才 说话太重了吗 我是觉得以你的身份 没必要去斥责一个小姑娘 那你也不看看 她做了什么事 我每次看到照片的时候啊 都会想到妮儿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跟她再团聚 妈 你说你又是被穷人收养 也变成这样怎么办 不不不 不管妮儿变成什么样 我都会无条件偏袒的 哥 你不是说过 这辈子无条件偏袒的 只有我一个人吗 妮儿在外面吃那么多苦 如果找到她 肯定把她当宝贝一样 到时候 你是大公主 她是二公主 不冲突 夫人你看看 这枚玉佩 我在大堂里面找到的 这是妮儿的 这是妮儿的 快定在这 你在哪找到的 你快带我去 快 说不定她还在 快点快点 夫人 我就在这里找到的 今天进出这里的 都是学校的东西 难道刚刚欺负江玉和她爸是 妹妹就在当众看信 孟管家 你现在立刻去给我调查一下 刚才 有没有人丢了什么东西 夫人 新生已经接连算去 加上今天周末 大部分人都回家了 先别着急 我倒有个办 你快说 我现在 我现在真的一刻都等不了了 我现在 只想立刻马上见到 夫人你放心 只要妮儿在学校 我肯定能找到她 现在先统计出参加学院的名单 我们再逐一地排查 这样方便我们快速地找到她 对对对 快去安排 好 太好了吗 我们今晚是不是马上就要跟妮儿团聚了 我在这一刻 我等了十六年 这么多年 我终于要见到此 这个丫头当初难道没被砸死 真和我在一个学校 愣着干什么 就要找到妹妹 你高兴啥了呀 我才没有 你心 我知道 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你比我们在场所有人都更想找到妮儿 别心 当初是你弄掉了 你一定会自责 不过现在 妮儿马上就要找到了你 你也可以释怀了 如果找到那丫头 她记得当初是我故意弄掉她的怎么办 不行 我绝不能让妈知道真相 月月 你没事吧 爸 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我是不放心你啊 荣家那些人 哪一个好惹的 爸怕你被他们欺负 爸 我没事 他们没把我怎么样 那就好 你身体感觉怎么样 爸这身体啊 硬朗着呢 爸 你以后还是不要再去学校捡垃圾了 月月 爸啊 是不是给你丢脸了 不是 爸就是想啊 能在你们学校里 能看着你 哎 都是爸没本事 爸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您年纪大了 我不想您再这么奔波了 再说了 这学校不是有奖学金吗 只要我肯努力 这些钱肯定够咱们俩之间的开支了 嗯 月月 爸就是想 不让你那么辛苦 爸现在还能干 你放心 好好地 读大学 什么事都不用操心 啊 我没 你怎么了 不 爸 爸 爸 你别吓我 你别吓我 爸 爸 来人啊 快来人啊 爸 来人啊 你爸看起来像是要死的一样 要不要我帮帮你啊 爸 来人啊 江月 你爸 看起来像是要死的一样 这样吗 要是你能求我的话 我现在送你爸去医院 怎么样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我可以自己打电话 你给我 现在可不是我不给你 爸 我坚持一下 我帮你去医院 我看你们穷人都有个特点 就是个叫 你又现在送你爸去医院 你到了医院 你把尸体都了 给我闭嘴 不准你诅证我爸 要不这样吧 我也不用你求 你答应一件事 我就送你爸去医院 怎么样 什么事 现在不能告诉你 不过 你肯定能办的 你考虑吧 好 走了 你爸的肠胃黏膜受损严重 我们初步的诊断呢 里面有可能有肿瘤 但具体的情况 要等检测报告出来 你要随时做好 要做手术的准备 医生 那做手术需要多少钱呢 大概 五六十万吧 家里就你一个孩子吗 是 那你考虑吧 如果不做这个手术 怕是没多长时间吧 谢谢医生 我怎么办啊 我上哪儿去抽这么多钱 这五六十万啊 就相当于我一双球鞋的价而已 看起来像是要命一样 这要怪呢 就怪你爸没有本事 瘾死 还得坑你 若子初你给我逼他 从小 我家是很穷 但我爸没有让我受过一点苦 他把我养得很好 我不许任何人去侮辱他 赵 说到你痛苦了 赵月 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 从赵回家 跟我走 我爸还没醒过来呢 若子初你要带我去哪儿 到了你就知道 容上 你看 我跟你说 旁边那个女的 怎么样 我就说她肯定对我有意思 怎么样 我就说她肯定对我有意思吧 容上 这江月还挺有脾气 敢泼你酒 要不是我继父啊 她肯定得玩玩 容上 学校里有那么多女生喜欢你 她们见你 别说是大声说话了 你就是给她们一个眼神 她们都能高兴一个月 这江月非要与众不同跟你作对 依我看 她就是喜欢你 说不准啊 还真喜欢容上 故意拿这种方式来吸引容上的注意 偶像剧不一般都这么演的吗 我可看不上这种下段人 要不咱们打个赌 今晚酒吧 你要是能带她出来玩 就说明 她是真的喜欢你 那你要是带不出来 那就说明 她是真讨厌你 可的魅力还用质疑 厉害啊容上 果然还是没有女人能逃得过容绍的手掌心啊 尤其是这种穷人家的女生啊 更是经不住容绍身份的诱惑 哎 就是啊 本来还以为这江月是什么真心猎女呢 嗯 没想到 也是来勾搭咱们容绍的 所以你让我帮的忙 就是为了在同学面前证明我想要勾引你 你还不喜欢我呢 怎么会在我胳膊上留下爱的记号 我怎么说你跟我听好了 就算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你和我两个人 我也绝对不会跟你这种外类在一起 干什么 我爸还躺在医院呢 我没有时间跟你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江月 来都来了 装什么矜持啊 说不定啊 好好陪陪容绍 还能陪你玩一玩 就是 你能攀上容绍 你那穷鬼老爹 这辈子都跟着享福了 这样吧 你跟我进去喝一杯 诶 容景初你放过我行吗 我只是想好好学习 你不想跟你们这种富二代有任何交集 我说真的 跟我进去 不管你父亲要多少钱我都包了 等会儿 你给我往死里换 小爷的钱 可不是那么不赚 容绍你来了 容绍真大气啊 请我们喝酒啊 就是啊 扔着干什么 醉 不用 不就是要喝酒 说吧 喝多少 谁让你喝短 去街灯 不想喝也行 赶紧个鸡 厉害啊 江同学 来来来 这些都是你的啊 别接着喝呀 接着喝呀 不行了 接着喝呀 喝呀 喝呀 哎 继续喝继续喝 别省你 喝呀 赶紧喝呀 赶紧的 别省你呗 我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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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的 来来来来 你喝 好好喝 哎 呃 呃 喝呀 怎么 喝想要了 容锦楚 你根本没有打算帮我对不对 就是为了欺负我 你什么身份 容绍什么身份 还妄想帮你 你做梦 你放开我 小丑 这别喝了再走 你放开 你放开 啊 找他 喂吗 杰索你快回来 我们找到线索了 家里可能是你妹妹 呃 姜月 姜月 姜月你醒一下 救护车 救护车 风叔 你说我怎么那么扯 欺负姜月那么多回 都没有发现那个红绳玉佩在她身上佩戴着 如果我早点发现 也许我们就能和你儿相认了 你先别自责了 有同学说看到姜月佩戴过 等她醒了我们问清楚再说 如果姜月真的是宁儿 她是个善良的孩子 我相信她会原谅你的 妈 我好紧张也好害怕 我不知道姜月醒了之后怎么面对她 妈也做了好多措施 还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羞辱她 如果这个玉佩真的是她的 我们再想办法怎么去弥补吧 啊 你去等她醒了再说吧 啊 她手动了一下 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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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还不醒啊 毕竟伤到了脑袋 没那么快清醒 不过医生说了 她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你们放心 再等一会儿 脱开我 如果不是我 说不定早就能和你儿相认了 脱开我 脱开我 雨昕 她可能是你儿 妈 根本就不是你儿 雨昕 这个时候你就别胡闹了 虽然我们以前不喜欢她 还欺负过她 但她如果真的是你儿 我们还是要诚心道歉 用心弥补的 啊 妈 不相信的话 您看看这 我调查了姜月的身份 她的生日跟尼儿完全对不上 还有那块玉佩 她确实佩戴鼓 但不是她本人的 这怎么可能 她不是你儿 她若不是你儿 那弯生 玉佩为什么在她身上 我带了正人过来 进来吧 进来吧 把你们知道的全部说出来就好了 容夫人 姜月是我们的同学 之前就听她炫耀过这个玉佩 说是 简的 看着就很值钱 而且 继续说 后来 姜月不知道从哪里打听来的小道消息 知道夫人您在寻找丢失的女儿 要用红神玉佩做信物 所以她就想着用这个去做容家的大小姐 什么 她真这样说 真的 绝不撒谎 这姜月平时看着老老实实的 其实背地里信念又多又坏 这也是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她的原因 妈 我们差点被姜月这个人给骗了 把她当做妮 这个女人 根本就不配躺在妮的房间 妈 姜月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攀上容家 这次绝对不能放过她 而且项链既然找到了 那就说明 妮儿还在学校 放心吧 我们肯定能找到她 老实 那天太大了 你凭什么打我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心里不清楚吗 我做什么了 你怎么不问我你儿子做什么 容景初把我带到酒吧 故意让人羞辱我 我差一点就被强暴了 你闭口不提吗 闭嘴 你可真是个好妈妈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妈 姜月 我现在看到你这副脸就觉得恶心 我恨你们 姜月 我原本以为你是善良可怜的孩子 没想到 我小看你了 你走吧 从今往后 不许再踏进容家一步 你们有钱人都这么虚伪的吗 是你们把我带到这儿来的 不是我自己来的 我根本就不想跟你们容家有任何瓜葛 算了 让她走吧 姜月她敢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以后学校里肯定会有人跟着效仿 那我们找到妮儿 岂不就是多了宠阻碍吗 一心说得对 姜月不能留在学校 姜月 早就跟你说过了吧 宠家不是你能高攀得起的 你还非要舔着个脸造贴呀 就是 现在 怎么什么野鸡都想变风风呀 不稀罕 哟 还搁这儿装清高呢 你等着吧 从明天开始 你不会在学校好过的 要识趣的话 自己早点办退学吧 我自己辛辛苦苦考的学校 我凭什么要退学 他们容家有本事 就把我赶出学校 心姐 这女人嘴还挺硬 这件事情 你们两个办得不错 记住 这件事情 不能有第四个人知道 放松 后果你们知道 放心吧 我们一定不会背叛你的 那就好 走 雨晴啊 干什么去了 我去送送两个同学 我怎么看到你刚才给他们一张卡 没有 我在院子里捡到他们的校园卡 就还给他们了 雨晴啊 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和你爸妈 没有啊 冯叔叔 我先回去休息了 小龙子 谁养认识你擦掉的 我不是拜金女 呦呦呦呦 还装 大家伙都来看看啊 这江月一直想勾引荣锦出大少爷 早就听说江月私生活不检点 没想到 在学校就敢光明正大的勾引荣家人 就是 太标烈了 他这种底层人啊 为了钱 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他爸刚开学的时候 我就跪下来给人当 大家听我说啊 这江月 没勾引到荣锦出大少爷 就另辟蹊径 用捡来的玉佩 冒充荣家丢失已久的千金 没想到被荣太识破 被赶了出来 居然还有这回事 竟然敢冒充荣家小姐 真是不知死活 看看这次荣家的人 怎么放过你 难怪醒了他就打我 原来以为是我偷的 不行 我把我东西要回来 怎么 想跑啊 有本事你以后再也别来学校上课了 就是 要不然就不来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来学校是让你们学习的 不是听几句八卦就欺凌同学的 老师 你可能不了解江月的为人 我们听的不是八卦 而是事实 老师我没有 你相信我我真没有 好了 都回到位置上 准备上课 老师 这江月的私生活这么混乱 有没有传染病我们还不知道 那万一传染给我们 您可负不起此复 是不是啊同学们 是啊 是啊 可不是嘛 是啊 滚出去 滚吧 滚出去 滚 对啊 就是 老师您不用为难了 这节课我先出去 快滚啊 就是 我的玉佩呢 江月 你怎么还有脸开口 那东西是你的吗 你就要 那是我从小带到大的玉佩 请还给我 小丑 你冒充我妹妹的事情 已经被妈妈知道了 你就别再演了 我看 好 那我就去找容夫人给你 你敢 听说你堵着一心 去问他要玉佩子 那个东西本来就是我的 就该给他 江月 谁给你的胆子冒充我妹妹 容敬初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要是我们玄家最真实 你敢冒充他 就要付出代价 我看要付出代价的人是你 还赖在学校不 快看 她眼皮真厚啊 书上以前不是有洁癖吗 从来不喷出他妹妹以外的女生 是你江月 有点手短 小笼子 你死定了 我小笼子 我看你们全家都是家子 敢推我 死到临头了还嘴 我带 江月 你竟然敢这么对荣大少爷 容敬初 道歉 我这东西就别想要了 容敬初你给我放开 容敬初我求你了 你放开 月月 呵 月月 月月 你看 爸爸给你带来什么礼物 我 我 我 你 啊 湘月 我看你真是瘋了 容大少爷 你根本就不知道追寻柜的东西被人 毁了是什么滋味 我怎么不知道 尼尔就是我追寻柜 你敢冒充的 所以我讨厌 我就是要欺负你 让我追寻带不再去 你妹妹当年走丢的时候 是不是穿着红裙子 扎着双马尾 你怎么知道 四龙 气氛还挺大 容上 你没事吧 起开 都怪姜云 这对容上这么不高兴 我一定要把他赶出学校 给容上除了这严重地 老板 这个还能修吗 这都列成这样了 再买个新的吧 啊 我 我听不清 上这么名贵的学校 不会连这个都买不起吗 啊 我修不了 我 修不了 给 拿来吧 我给你看看 去把我给姜月的书包拿过来 这次姜月可怎么也待不下去了 最好被退学了才好 齐雪这是在替容少出钱 到时候姜月被赶出学校 容少一高兴和齐雪在一起 我们还中没好处吗 你们知道就好 现在就等着姜月回来吧 哎呀 不好了 班费怎么不见了 谁胆子这么大呀 连班费都敢偷 咱班不是有人有偷到屎吗 说不定钱 就是被他打责 我没有偷过东西 我可没说是你啊 这不是你自己对好入座了吗 你慌什么 哎 姜月 我说你要是偷了 就赶紧拿出来 免得到时候事情闹大 上报到岛园那里 齐雪 我知道你喜欢容紧出 但你也没有必要为了讨好他 故意来对付我 班费我没偷就是没偷 凭什么扣在我头上 哎 我记得中午在食堂的时候 你的助听器不是被容少踩碎了吗 怎么现在又好了 不会你偷了班费 买了新的助听器吧 姜月可真恶心啊 家里纯还多班费 吓头女 就是 吓头女 陪妈的牌子就是没人 就是 我们怎么会和这种人在一个班 就是 真会 姜月 这牌子就听器我认识 一个得五千块呢 剩下的钱呢 销出来 销出来吧 销出来吧 销出来 销出来啊 销出来啊 快点销出来吧 快点销出来吧 销出来啊 对啊 销出来啊 拿出来吧 拿出来啊 快点销出来 我没有偷班费 而且我耳朵上的助听器也不是新的 是我在学校门口的维修店维修好的 你到现在还狡辩 要不要我打电话给导员 我没有 而且我中午连教室都没有回 大不了你们可以检查我的书包 好啊 那就把你的书包打开给大家看看吧 你们还没闹够吗 这几个同学为什么一直为着姜月 再这样 我可要告诉导员了 老师 你上午还帮姜月说话 下午他就拿着班费 买了新的竹琴器 这种人根本不值得同情 齐雪同学 说话要讲证据 不能凭空捏造啊 好啊老师 刚才姜月同学说我们可以打开她的书包给大家看看 对啊 先检查她的书包 这要是真搜出来了 老师 恐怕你也要被打脸 毕竟不是每个好的学生都有好的人品 检查就检查 老师你放心 我没有偷班费 我不会让你一起难看的 竟然真的是你偷的 姜月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这是怎么回事 这班费怎么会在我包里 子到临头还降嘴 老师你说怎么办 老师我真没有偷班费 姜月 我原本也是不相信这些谣言 但是现在看来 你根本不值得老师同情 姜月同学偷班费的行为非常恶劣 我会上报导员和校长办公室 老师 老师我真的没有偷班费 我不知道你怎么回事 你相信我 姜月 马上通知你家长过来 这件事 听从校长处理 你故意的对吧 是你把班费放到我书包里 故意来诬陷我的 姜月 你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座学校里 就是 就是 果然是你 什么 宋海 等着被开除吧 我的好学生 还是说 你现在就拿着你这些东西滚蛋 省得你那穷鬼爹 又在校门口哭天喊地 多丢人呢 听说他从班费被停学了 这种人就是活该 要我说 还不如直接开除学习算 滚出这 走 容青初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我恨你 你再也不是我的哥哥了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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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们月月 她是不会偷东西的 我是亲眼看到班费 从江月书包里面倒出来的 不会有错的 而且 原本我以为你们家境困难 对她也是格外关照 但是 你平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呀 这 这怎么会这样呢 会不会 是哪个同学的 恶作剧啊 月月的性格我很清楚 就是再没钱 她也不会偷的 江爸爸 我知道你培养个大学生 确实很不容易 但是江月的行为 已经严重违反纪律 我暂时给予 停学一年的处分 你不行啊校长 一年太久了 而且 而且 月月她绝对不会偷东西的 江爸爸 这也不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的 这件事 最大的股东荣家 也已经知道了 他们强烈要求开除江月 还是校长去求情 才停学一年保留了学籍 你要是真想求 就去求荣夫人 好 我去求荣家 这件事情 肯定有误会 我相信 我们月月 她不会偷东西的 妈 听说你把小笼子赶出学校了 这个江月 这是什么都敢赶 这也是她咎由自取 江月怎么了 大科班费 被当众抓包 你说丢不丢人 就一万块钱 求疯了吗她 冯叔叔 我看你很关心那个江月吗 江月 在学习上确实很优秀 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 如果人品没问题 她以后在学术上 肯定会有所建树 做人有问题 学的再好有什么用 妈你说的对 像这种人呢 就不值得可惜 妈 我一直有个问题 那天小笼子她说 妹妹走丢的时候 穿的是红裙子 和扎着马尾垫 她怎么知道呢 她亲口说的 夫人 门口有个叫江明忠的 说要见你 江明忠 那不江月她爹吗 肯定是来求情的 这样 笑起来 逗逗她 好的 景初 对待长辈 不要胡闹 风叔 这江明忠能交出江月这种女孩 算什么账 夫人 我来是 想跟你求个情 能不能 不要对江月 情学那么重的处分 哎 你女儿 偷我女儿的东西也就算了 现在主意都打到班费上来了 你不好好在家管教她 你反倒现在有时间来这求情 我看 不止江月脸皮糊 你这个当爹的 脸皮更厚 夫人 你 你 能不能 暂时不要进去 先查清楚了在厨房 学校不是有监控吗 让学校调监控 就知道 江月有没有偷班费了 老师不都调查清楚了 你跟你女儿争爱演的 就是 还不赶紧滚 这赃了五容家的地坛 江爸爸 您先起来 既然老师都看见了 应该没错 要不你回去问问女儿 怎么回事 不会的 我清楚江月的性格 他绝对不会偷班费的 老老师怎么那么讲 警出 别这样 管家 送客 夫人 我求求 月月的玉佩 怎么在你们这 月月呢 你们 你们对月月怎么了 不然 她的东西 怎么会在你们这里 你看清楚 你说这个 是江月的 你再看仔细一点 你确定这是江月的 月月从小就呆在身上 我怎么会认错呢 你们快说 我女儿在哪 妈 这江明忠是江月的父亲 所以肯定知道江月之前冒充妮儿的事情 现在故意演给您看的呀 对 对对对 对 这玉佩是我女儿妮儿的 她从小就呆在身上 怎么可能是江月的呢 妮儿 不怕不怕 乖乖睡觉啊 这没有坤人 你ах 妈妈 不要丢下妮儿 妮儿害怕 不不不不不 乖乖乖 乖乖 乖乖 乖乖睡觉啊 不怕不怕 你女儿叫 妮儿 你问这干嘛 你演戏演得还不够啊 夫人 那月月 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孩子 我捡到她的时候 她身上 的确带着这么玉佩啊 你刚刚说什么 江月是你捡的 对 大概 这么高的时候 我是在一个 废弃的垃圾场捡的 你 你再说仔细一点 你捡到她的时候 她穿的什么衣服 她 扎着两个小辫 还穿着一件红裙子 那件红裙子 现在 我还收在 箱子里面放着呢 那红裙子呢 红裙子快拿来 妈 你冷静一点 别为了找妮儿 就又一次上他们的当呀 你想想 那个江月 把我们骗的有多惨 这肯定是他们联合起来 在骗我们的呀 就是为了江月 不被听学啊 是啊妈 这种人的话 不能清醒 对呀 当时 我们在大街上 贴满了寻人启事 所以很多人都看到了 妮儿长什么样 穿了什么衣服 哎呀 我要怎么解释 你们才相信啊 约约 真的是你的孩子 那个玉佩 一直戴在她身上 对了 小时候 我还听见她 叫自己妮儿呢 肯定没错 好好 对对对 我还有一张 月月小时候的照片呢 哎 照片呢 这 可能是出门着急 没戴身上 平时啊 我都是戴在身上的 夫人 要不然 你跟我回家去看 哦 或者 我回家去拿 你们在这等我 妈 你看她 她就是个骗子 她现在故意拖延时间呢 快点 快点就把 大都拖走呀 我不会骗你们 月月真的是你的孩子 宝安 还在等什么 快点把她拉走呀 等等 我倒觉得她没有脏 不然 要不然 先让她回家拿照片如何 不用找了 我不是你 更不是你 不用找了 我不是你 更不是你 爸 爸 你怎么到这儿了 你身体感觉怎么样了 月月 你来得正好 我帮你找到妈妈和家人了 她不是我妈妈 她们也不是我家人 月月 你看那玉佩 就是你她 爸怎么会认错呢 爸 你认错了 那玉佩不是我的 是我捡的 从始至终 我就只有一个情人 那就是你的 月月 爸我们回家吧 站住 你们未免也太把自己 当回事了吧 你们以为这是哪儿啊 菜市场吗 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江月 你和你爸 真是一样的恶心 利用我妈 私女心切的同情心 你就这样忽悠她是吗 江月 道歉 好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从一开始 就不应该去招惹你们荣家 这样我爸就不会一而三再而四的地下头去求你们 我在学校也不会一遍一遍的收进击里 你们荣家带给我的伤了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 还有 这学我不念了 你们爱听不听 你 荣夫人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希望你也不要再来找我 永远不及 妈 你消消气 像她这样的人呢 以后我们再也遇不到了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 就是安下心来 寻找妹妹的下路 是啊妈 身体要紧 别被气坏了 冯毅 你干什么去 你给我回来 你们还要干什么 退学的事 再好好考虑清楚 我会找到你们辅导员 调查清楚监控的 不用了 学校我是不会再去了 你们也用不着这么假惺惺的 月月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她是你妈妈了 我今天本来就是想去拿回玉佩的 但看到他们这个态度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了 他们做了这么多伤害我的事情 他们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家人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 那你学校怎么办呢 不能读书 就要出去打工 如果你们相认 你就是千金大小姐 什么也不用愁 你不会被别人欺负 我不稀罕到什么千金大小姐 从你说样我的那一刻起 你就是我心里唯一的家人 伤害她 干什么去了 夫人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江月真的是你女儿怎么办 不可能 我荣珠就不可能生出这样的孩子 或许只是误会 她本性是善良的 只不过我们被蒙蔽了 所以你是要替她说话了 不是 我是怕你失去真正的女儿 也怕你懊悔啊 我准备私下给你做DNA比对 到时就知道真相了 夫人 你就让我去做 你放心 我会把真正的女儿 带到你的面前 老江 你女儿不是在上学吗 怎么回来了 现在不是还没放暑假吗 啊 我身体不好 月月啊 就是回来看看我 哟 老江头 我可是听说这江月 是犯错被开除了 真的假的 到底怎么回事 哎呀 没有的事 哟哟哟 老江头 你就别隐瞒了 这江月分明就是在学校 偷东西被开除的 这以前不是好孩子吗 这好孩子还会犯错呀 我是被学校退学了 但我没有偷东西 冯教授 你找我 齐雪同学 我教你过来是想了解一下江月偷班费的事 江月那事不早就解决了吗 江月同学已经被退学了 班费真是爬头 当然是 我们老师可都亲自看到的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故意 把钱放进他的书包里 谁会这么无聊 诬陷他呀 监控我已经调取了 不可能 监控我明明就 不是 冯教授 我不是你的意思 我们的聊天记录我已经录音了 江月偷班费的事根本就不存在 也是你 在暗中作课 证据我会去交给校长 你就等着接受处罚吧 冯教授 我错了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容少啊 他那么讨厌江月 我只不过是帮他除掉一个眼中钉罢了 忘记容少也是你的孩子 我求你不要告诉校长 齐雪 江月一个无辜的学生被你害到退学 你就没有一点愧疚之心吗 到现在你还想逃避责任 冯教授 我求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爸妈 他们知道会打死我的 原来那小龙子真的没头犯法 我会真的有可能是我们的女儿 喂 喂 江月 你可以回学校正常上课了 哦 嗯 那个不是说停学一年吗 班费的事已经查清楚了 是有同学故意陷害你 我会根据校规 做出相应的惩罚 并且在全校公开 还你一个清白 可是我已经不打算继续回去了 这次是查清楚了 那下次呢 荣家的人是不会让我在学校好好待下去的 姜同学 这次的事情就是荣家的人主动还你清白的 什么 这怎么可能啊 妈 你说 如果江月真是你儿怎么办 我们做了那么多伤害她的事情 哎 等一下 冯玉把检查结果拿回来就知道了 应该不是吧 如果是真的 你江月这种拜金的性格 那天肯定早就承认了 哎 怎么样 结果出来了 你们确实实在亲子的性格 江月真的是我的女儿 江月真的是我的女儿 烦了 原来妹妹一直在我们身边 认错了一次不说 还那么伤害你 妈 你儿肯定不会原谅我们 对不对 哥 大中午的 你大惊小怪什么呢 一惊 你儿找到了 你儿找到了 什么 就是江月 她就是我妹妹 不 不可能 她不是 今天报告都出来了 百分百没错 妈 想办法怎么补偿妮吧 江月已经退学回了老家 我今天已经控制王校长 让她回来继续正常上课 但她愿不愿意 还不一定 那怎么办 我不能再失去你儿了 我不能再失去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她 大哥你帮我想想办法 要不 要不我去找她 我去找她 先冷静一下 如果现在马上找江月 她肯定不愿意见我们 倒不如 让她先回到学校 再想办法 那要是她不回来怎么办 我说了那么多伤害她的 妈 来 东叔 这次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江月带回来 我们不能再错过了 嗯 我知道了 不行 江月不能回到什么家 妈 你就这么相信了她 她那个江月 骗了我们多少次 她根本就不是妮儿 扣了一些 不要胡闹了 上次就因为你带两个同学来做人证 我们才错过和妮儿相认的机会 不能一错再错了 可是 你信 江月就是妮儿 就是你妹妹 哎呀 嘿嘿嘿嘿嘿 哎呀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 爸已经想好了 赚钱让你重新复读 你那么聪明 肯定能再考上一个好学校 那个时候啊 也不用再被荣家的人欺负了 嘿嘿嘿嘿 江月同学 只要你愿意回来 学校可以给你申请助学金 到时候你爸 也不用再那么辛苦工作了 你这四年的学费 学校都可以补贴给你 爸 嗯 学校刚才给我打电话了 说我可以回去了 嗯 说是 除非已经撤除了 班费的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太好了 我就说我女儿是清白的 嗯 师父 这好像不是去学校的路啊 师父 这要去哪儿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停车 我要下车 停车 停车 怎么会没信号啊 为什么会带我来这里 难道又是容景初和容易心 在搞什么恶作剧吗 等一下 你们要干嘛 宁儿 宁儿 妈妈错了 宁儿 原谅妈妈好不好 这就是你的家 你以后就住在这 你想要什么妈妈都给你 别走好不好 宁儿 过去是哥哥对不起你 哥不该欺负你 你心里要有什么不痛快 你就说出来 无论是要打要骂 只要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就好 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我叫姜月 不是什么宁儿 宁儿 你就再给妈妈跟哥哥一次机会 还有姐姐 你姐姐姐 宁儿疼 这不是我干的 是你自己摔的 这不是我家 我只有一个亲人 那就是我夫妻 姜凌庄 宁儿 你养父不是身体不好吗 这样 哥这卡里有一千万 都给你 拿去花 对 借口不够 不够妈妈还有 你想要多少东西 我不需要你们假惺惺的关系 我要回家 宁儿 对不起 是哥对不起你 哥不该欺负你 不该怪你一脚 只要你愿意留下来 我什么都可以去做 实在不行 实在不行的话 哥管你一下 季初 哥 你疯了吧 容景初 你对我造成的伤害 从来都不只是身体上的 是心里 还有你 宁儿 宁儿你别走 妈妈错了 原谅妈妈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 在什么年来 妈妈没有一个不在想 你别走 我本来过得好好的 是你们毁了我的生活 我没有你这样的妈 也没有你这样的哥哥 宁儿 季初 这是妈亲手做的鸡腿 还有一些营养餐 带给宁儿 妈 你这都十几年没下厨了 今天竟然亲自做饭了 妈 我不知道妹妹 还愿不愿意见到我 她现在正在气头上 毕竟是我没有错在先 需要给她点时间缓冲 考虑一下 嗯 说的也是 那这些吃的 既然妈都做了 我就给妹妹送过去 我相信只要我们拿出诚心 她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如果他们真的把江月认回来 到时候 妈知道她丢失的真相 那我的地位 岂不是岌岌可危 而且她是亲的 或是收养 说不定 她会被赶出什么家 那我现在拥有的一切 不就都没有了 江月你本事够大 竟然还能回来 齐雪 我只想在这儿 好好安安生生地学习 不想招惹事 你要是不想把诬陷我 偷班费的事情 闹得人尽皆知 你就收敛一点 我可以跟校长说一声 不把你的事情公之于衷 你还威胁起我了 江月 就凭你 你吃饭了吗 这里面有你爱吃的鸡桶 都是妈亲手做的 熊少年跟进大错了 竟然关心江月 怎么回事 少子闹那么难堪 青天居然亲自来送饭 会不会是荣少 想玩什么恶作剧 这个江月上次那么过分 还敢把餐盘 推到荣少的身上 荣少肯定是来报仇的 说不定 这饭盒里边 不知道装的是什么 过会儿就有好戏感 我宣布一件事 从今天开始 谁再敢欺负江月 就是和我作对 怎么回事 荣少怎么突然转性了 不会是跟江月好上了吧 荣少什么身份 江月什么身份 这简直天差地别呀 你这样有意思吗 龙井车 你肯定没吃饭吧 这都是妈亲手做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 不要再来打扰我生活吗 你尝尝 你尝尝 是的 这个江月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居然让荣少变成了田狗 江月 你给我等着 妮儿 我只是想着 这样就不会有人在欺负你 你这样只会给我造成更大的困难 妮儿 有我照着你 这学校没有人敢动你 龙井出你还不明白吗 在这个学校只有你会欺负 还有看你眼色形势的同学 只要你消失了 所有的烦恼都会跟着消失 妮儿 你跟哥说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原谅哥 不管什么事情 哥都愿意干 龙井出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我就是不想跟你们荣家有任何瓜哥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一个出身低贱的丫头 也配跟我抢容少 容少现在追他追得紧 我们也不好对他做什么 不过我觉得 容少也就是一时新鲜 等他被抛弃了 我们再下手 只要做好了这件事 这卡里的一百万就是你的 谢谢大小姐 别高兴得太早 这件事如果有第三个人知道的话 后果你知道的 就不只是离开学校这么简单 我明白 我一定把事情办得天意无妄 一琴 谁啊 哥 你不是给江月去送饭了吗 他拒绝了 他是谁啊 你不是说你朋友都生病了 回来休息了吗 哥 这不你马上要生日了吗 我就想着策划给你个惊喜 没想到还是被你给发现了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希望妮儿 能够原谅我们三个 然后回到我们家 哥 自从你们找到他以后 你都对我冷淡了许多 哥 我还是你妹妹吗 当然是啊 只是妮儿 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 我们该好好地照顾 下次 我们一起去道歉吧 医生 我爸的检查结果怎么样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各项指标呢都不太乐观 建议尽快手术 如果拖得越久 对病人来说 便没有好处 妮儿 你怎么来了 你养父的手术费 我来帮你出 他收养了你这么多年 是我们荣家的恩人 我说了不需要 你们假惺惺的关系 出去 别这样妮儿 我是真心实意 想要来帮你 也是真心实意 想要来感谢你的养父的 这是手术费啊 你拿着 医生的话 刚才你也听到了 你父亲的病情耽误不得 你总不希望 因为这点钱 延误了他最佳的治疗时机吧 这个就当我借你的 之后我会还给你的 不用 你是我的孩子 荣家的一切都是你的 别动 那 后天是你哥哥的生日 到时候你也一起来好吗 我来接你 他过生日 跟我有什么关系 妮儿 他都要死了死我 你才能够重新接纳我 自从你走世以后 你哥哥已经很多年 没有过过生日了 他每次都说 等着一家人团聚了再过 所以这次如果你能来 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算妈求你了 好 就当是还这张银行卡的人请 怎么样 妈 你看我这领结打得怎么样 好看着呢 你们母子两个人 自从找到女儿之后 就跟变了个人一样 很快 将月娇又要被你们拖起 甚至比商业更狠 妈 希望这次我的生日宴 能让将月对我有所改观 嗯 爸 爸 你怎么了 爸 爸 爸 医生 快 医生 这刚才还好好的 这是怎么了 病人必须恶化 必须手术 爸 爸 来 小心 爸 家属在外面等一下 荣夏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欢迎 来 里边请 里边坐啊 你这同学都挺漂亮的啊 妈 你说 明儿会喜欢我送她这个礼物吗 只要咱们诚心实意的 她一定能喜欢 嗯 怎么等那么久 居然还不来 再等等吧 医生 手术很成功 放心吧 太好了 谢谢医生 病人现在还处于麻醉状态 还需要休息 好 家属还是尽量不要进去打扰她 好 谢谢 希望还来得及 同学 容景初同学的生日会是已经结束了吗 我们都要走了 原来太迟了 而且呀 容少平时最讨厌迟到的人了 你现在进去 等着被赶出来吧 姜月 你怎么在这里 容景初叫我来给他过生日 容少怎么会邀请你来 说 是不是你又用什么见不得人手段 接近容少了 我不想跟你吵 生日快乐 这是我给你的生日 姜月 你还敢来呢 不是你们叫我来的吗 你真当以为你是容家的千金大小姐呀 你在学校是怎么给我割脸色呢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 就是一个冒牌货 你根本就不是我妹妹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我自己是妮儿 倒是你们 你只追在我屁股后面打扰我的生活 我倒希望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 那个鉴定报告有问题 妈 我已经找到真正的妮儿了 她的年龄和全部特征都和妮儿相符 我没有时间跟你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答应你的事情我已经做到了 那我先走 你别走 你就是一个彻偷彻尾的骗子 拱待你那个老不死的爸 也是个骗子 想走 手术费拿出来再走 以心 心子鉴定不可能有错 江月的身份我们已经核实了 完全相符 不能 别太过分了 真正该离开的人 是你 你在说什么呢 你居然因为一个外人在说我 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说吧 一心都跟你说了什么 没什么事 我们就是普通聊聊天而已 不说 真的没什么事容少爷 你多虑了 那就别说 我们也给过机会 我听说苏氏集团 最近公司资金周转困难 如果这时 我们容家收购你们家的补票 你觉得你爸还能成功 我说 容少爷 我都告诉你 一心 我原来一直以为你是刀子嘴豆腐鞋 但我错了 不想让江月回来的人只有你 苏小牙已经把全部真相都告诉我了 你想让她冒充 让我们继续误会江月 不是的 不是的 哥 你不能这么说我 我当然希望宁儿能回来了 可是不过 我希望宁儿是江月吧 妈 妈我错了 妈 你当然不想让我回到容家 因为你害怕大家知道 我当年到底是怎么 你别乱说 你不是敢乱说 我封了你的嘴 你行 别忘了 妮儿才是我的亲生女儿 只不过是灵养的 十六年前 你把我从家里带出去 扔在一个废弃的垃圾场里 我被一个箱子砸在下面 你转头就跑 根本就没有打算救我 容忆心 我到现在都记得 我不停地向你挥手求救 我一遍又一遍哭喊叫你姐姐 你头都没有回 我动于车 什么 妮儿 你是被遗弃的 我没有 我一直以为你是被 容忆 难怪我每次找妮儿的事 你都说她死在外边 原来这些都是你做的 我没有 每次妈妈都很忙 每次都要在我看书的时候 让我帮她照顾妹妹 我讨厌她 我讨厌她 我只希望你只有我一个女儿 那你也帮她见死不救啊 她那么小 你把她一个人丢了 要不是姜明忠捡到她 后果不堪设想 我对你不错吧 你差点端送了我亲生女儿的命啊 依心快跟妹妹道歉 你耳儿 你耳儿对不起 怕我道歉 就当没有你容忆心这个女儿 你现在马上给我滚 妈 妈 我知道错了 你不要跟我走好不好 这是我家 我哪也不去 我发誓 我以后绝对会对你而好的 我加倍对她好 我求求你们了 你根本就不是真心的想到钱 给我一次机会 你只是舍不得荣家大小姐的身份罢了 这里的所有人 你最不值得一年 我会继续供你到大学毕业 就当 你这些年陪伴我的情分 但是大学毕业之后 你和荣家 在乎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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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那我也先走了 宁儿 你要去哪儿啊 这就是你的家呀 这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人只有江明忠一个人 宁儿 你到底要妈妈怎么做你才肯原谅我 宁儿 宁儿 不要走 宁儿 是妈和哥哥对不起 再给我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给你们机会 那谁给我机会 你们诬陷我偷东西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给我机会 你们逼着我退学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给我机会 都没有 如果我江约只是一个平凡又普通的女孩 那我现在小就被你小偷的骂名 回到乡下打工去了 我们之间的缘分 早在我走丢的那天起 就已经赚了 宁儿 宁儿 你别走宁儿 爸 感觉怎么样 月月 爸的手术费 是荣家套的 我们不用他们的钱治疗 我们回家 爸 你千万别乱动 你现在刚做完手术 这个时候伤口很容易感染的 月月 爸知道你不喜欢他们 所以 不希望你为了我的医疗费 而委屈求全 不会的 我之后挣钱了 一定会把这笔钱还给他们 你别担心 你怎么跟到医院来了 我跟你们荣家没什么好说的 赶紧走 今天我来 是想跟你养父聊一聊 冯教授 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吧 首先 我想代表夫人 跟您说声感谢 您带尼儿这么多年 辛苦了 但您也清楚 如果尼儿要不回到荣家 他今后只贵过 平凡而贫困的生活 而且还很有可能 要不断地负担 您的医疗费用 是我没本事 让月月跟着我 吃了很多的苦 但你们的荣家 对月月的所作所为 让月月 早已伤透了心 她自己不愿意回家 我尊重她的选择 她是最听您的话了 我也希望 您能够帮忙劝导她一家 我夫人是真的很 很希望尼儿能够回到荣家 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尼儿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专属天稿 你去哪儿我就送你去哪儿 公主行上车 容景初你又搞什么呀 怎么回事 是容大少爷怎么突然转了性啊 不过是闹着闹着真喜欢上江月了吧 应该不是 我听我父母说 容夫人最近刚刚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 刚刚容少叫江月妹妹 说不定江月就是那个丢失了容家千金 什么 那我以前还跟别人一起骂过江月 要是她以后找我算账就完了 反正小心点 现在的江月可今时不同往日了 你干什么 我不也是你妹妹吗 尼显 你好好反思了吗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哥 怎么自从她出现以后 我们就变了呢 难道我们这二十年的兄妹情 就什么都不是了吗 你们兄妹俩先吵吧 我先走 别别别别 你进去 坐好 坐好 尼显 你什么时候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再坐我车 果然和我得到的消息一样 容一新被赶出容家了 容一新 像你以前那么嚣张 仗着容家的庇护 在学校里横行霸道 现在好了 容家不要你了 我看你还怎么待下去 就是啊 闭嘴闭嘴 你们给我闭嘴 容一新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 你忘记了 你上学期 带着几个人击凌我的时候 在卫生间里的那件事情吗 你谁啊 你放心 从今天开始 我会让你挽回来 你看 那你就试试 好了 走了 哥 你别生气 我就是想要一新 支持到自己的错误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想要的是什么 而且你早已经不是 我记忆中的景初哥哥 看 哥哥给你们买的 大白兔奶糖 谢谢哥哥 哥哥 你不吃吗 哥哥不喜欢吃 你们吃吧 快坐快坐 江大小姐 我给你接的热水 不对 是真正的容大小姐 你们又想干嘛 这还看不出来吗 他们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 都过来巴结你了呗 我就是江月 不是什么容大小姐 对不起江月 我不知道你是景初的妹妹 我会以前伤害过 你的事情道歉 如果你不是真实地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只是觉得我是容景初的妹妹 来跟我道歉 那就不必了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别呀 你就原谅我吧 是啊江月 大家都是同学 抬头不见低头见子 你就原谅我们吧 我会被发现 妹妹 是你让他们来道歉的 反正你一定要让江月原谅你 否则 你别在这个学校待下去了 容上 我以前欺负江月 都是为了你啊 我知道她居然会是你妹妹 反正你看着办 要是她不原谅你的话 就退学了 我是不会让我妹妹 和欺负她的人 在同一个班级 容少怎么来了 你们都给我听清楚 江月是我妹妹 以前你们欺负过的 就给我给她道歉 不然的话滚蛋 容少 你说江月是你妹妹 这怎么可能呢 就那个野鸡她怎么可能是你妹妹 她 闭嘴 尤其是你 要是征求不到她的原谅 赶紧给我 不是啊 你用曾经逼迫我的方式 又去逼迫他们对吗 妹妹 我最早让你开心点 不想你再受了伤害 双景初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肯接纳你 难道我真的做错了 要不要看看镜子 你长什么样子 什么大小姐 不也一个样了 要不要我拍点照片 放到网上去啊 让大家看看 昔日风光无限的容家大小姐 现在变成人人喊打的过金老鼠 你们是想自己走 还是等我报警之后 让警察把你们带走 江月 你是不是忘记容易心 以前是怎么欺负你的了 还是说 你不记得她是怎么诬蔑你偷东西的 又是怎么逼你养父下跪的了 我没有忘记 但这也不是你们霸凌其他同学的理由 张圣母是吧 也对 毕竟现在你有容家撑腰了 我们就不跟你计较了 走吧 江月 别以为你救了我 我就会感谢你 我没有想过让你感激我 今天换成任何一个人 我都会这么做 别装了 你拥有了我曾经的一切 现在一定很高兴 这些本来就是我的 我有什么好高兴的 倒是你 但凡不会又有这样的私信 你也不会被容家赶出去 江月 我恨你 行了 行了 别喝了啊 妈 神经是不是不会原谅我 才不 我仔细想了一下 确实是我们的处事方式有问题 所以她才不愿意原谅我们 你用她讨厌的方式让同学跟她道歉 用高调的行为将她置于舆论的风口 这些都不是她想要的 她只想好好学习跟生活 那我该怎么办 我根本想不到有什么方法能够挽回她的心 很简单 让她回到正常的学习生活当中 所有的弥补私下进行 可是她根本就不想见你 放心 妈一定会用诚意去打动她的 我们这一家人啊 一定会在团聚的 那一心呢 一心能不能回来 这得看妮儿的意思 毕竟真正受伤害的人 是妮儿 爸 护士 这个床的病人去哪了 她已经出院了 啊 啊 你是她女儿是吗 哦 她有个东西让我交给你 月月 当你看到这个纸条的时候 爸爸已经出院回老家了 傻孩子别哭 你跟着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 现在找到家了 爸爸心意为你开心 我的身体状况我也很清楚 就算是做了手术 也就剩下这一两年的时间了 爸爸不想再拖累你了 你已经很懂事很辛苦了 以后就只管在学校好好念书 当然 爸爸也很希望你 能够早日的和母亲团聚 这样 你的人生 才算真正的完成 但你在爸爸的心里 你永远是爸爸的孩子 舞灭 肯定是冯江授跟爸爸说了什么 他才会突然离开 杨月同学 你真的考虑好了吗 我已经考虑好了 你知不知道 你主动申请退学一年 对你有多大的影响 这些可是要写进档案的 我知道 所有的后果都已经想过了 没有什么比养育之恩更大的 在爸爸生命的最后关头 我选择陪伴他身边 我还是决定要退学 你告诉容夫人了吗 我的事情我可以自己做主 不需要跟他们说 而且也跟他们无关 只要你不后悔就行 我还是决定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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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决定 你怎么回来了 我当然是回来照顾您啊 爸爸不是叮嘱你 要 要好好读书吗 不用再管我了 而且 你已经找到了 你的今生母亲 你应该 你应该早点相认 爸 你就不要再说这些反话了 你现在行动不方便 生活很难自理 你明明就很需要我的 而且我也跟你说过 在我心里 你才是我真正的家人 反正我已经退学一年了 这一年我就在这好好照顾你 直到你好了我再去上学 我这身体 爸你就不要再说这些丧气话了 我就算是去打工挣钱 也一定会把您治好的 什么 停学回家了 昨天不还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退学了 呃 是因为我昨天做的事惹他生气了 你怎么没第一时间通知我呢 算了这事已经不重要了 老家地址给我 爸 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了 喂 猫 你要去像在找妮儿啊 哟 这不大学生嘛 咋回家给老爹洗衣服了 不都说了 你可真别说呀 这去了趟城里呀 是不一样啊 这小脸嫩的哟 让个嬷嬷 划不划 你要干嘛 哟 哟 你还挺有脾气的啊 江远 我告诉你 你回来这里的消息呀 这十里八乡谁不知道啊 你回这儿 就只能等着结婚生孩子 装什么矜持了 不过 看在咱们两家这么多年邻居的份上 要不我委屈委屈 你跟我得了 堂堂 你欺负我女儿 她以后还要继续去学校 你别妄想她嫁给你这个魂球 江叔 说笑了 江叔 你要不看看 你们家这 什么条件啊 啊 是我呀 允许江月这个癞蛤蟆 可以吃我这个天鹅肉 不识好歹的东西 哼 月月 你没事吧 爸 我没事 你放心吧 我自己能处理好的 唉 让你受苦了 这个王刚啊 这段时间刚从外面回家 爸 我就怕他欺负你 唉 爸 没事 我今天在外面找了份工作 白天呢 就在外面打工挣钱 晚上我回来照顾你 我基本上碰不到他的 唉 好 嗯 迟早把你给睡了 唉 妈 你说咱们这样真的有用吗 既然真的想要帮助到尼尔 就必须要贴合实际 嗯 我调查了一下 他们那个村庄 加上他养父 总共是55户的留守老人 那这些人无非需要的 就是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 嗯 如果想要挽回尼尔的心 就要从这些小事去做起 而不是动不动就给钱 这只会让他更反感 妈 这次我们一定要把尼尔带回来 嗯 不不不 我们这次不一定要带回尼尔 但是我们一定要让他感受到 我们的存在 不是给他添麻烦 而是让他感受到 咱们家的关爱 嗯 走 加油 一切顺利 嗯 是不是搞错了 确定是这儿吗 还好爸今天的晚餐又着落了 那你去问问 回来了 可想死我了 放开我 王高 我看看咱们身边去的份上 我对你一忍再忍 你要再这样得罪自己 我就要报警了 你报呀 啊 我又没对你做什么 我倒要看看 警察来了 说啥 啊 你无事 放开我 保证你舒舒服服的 放开我 放开我 女孩 别动 你个老不死的 爸 我哥 住手 王高 放开 爸 我哥 我给你还不行吗 哎呦 早说嘛 早说我岳父还能挨这段打了 来 跟我走 放开我女儿 放开你的脏手 你们谁啊 要知道 私闯民宅 可是犯法的 你给我听清楚了 我是他妈 现在私闯民宅的是你 不对啊 这江月从小就没妈 突然冒出这么一大帮人来 你们可别胡我 江月他只是走丢了 不是没妈没亲人 甘心滚蛋 江月他真是你爸呀 干啥呢 压着 不信总局 你 没事吧 哎呀 你们干什么 妈救我 放开我儿子 你儿子 万叶三更 在这蹲守我女儿 还准备强行入室进行猥亵 哎呀 你们这都是误会呀 月月呀 从小啊 就跟我们刚二玩得好 这不是 跟你要玩 什么猥亵不猥亵呢 就是啊 连去串个门 根本不涉及强行入室啊 王阿姨 王刚报我爸打经这样 就单凭这点我也要报警 您不肯好好管教自己的儿子 那就让法律好好管教 晚了天了 我看谁敢报警 如果你们今天敢碰我儿子 就从我的身上 挖过去 王阿姨 真是不肯理愈 现在就报警 是 你报啊 你报啊 如果我儿子今天有事 我的下半辈子 就靠你们咬我 趁手 来 妈 我现在就把他赶出去 放手 放手 算了 放手 带着你儿子 赶紧过 儿下 妈 我还以为啊 有多恨你 走 咱们呀 走 妈 苏真木放他们走了 月月和他养父还住在这 如果真的撕破莲 他们怎么住 这两个人 一看就是个无奈 少不了各种麻烦 今天 谢谢你妈 对不起啊 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爸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没想到 那王刚 胆子这么大 草石头 就不让你住在这儿了 爸 没事的 大不了我们可以换一个地方租房子 嗯 你们 是来带月月回家的 爸 我不跟他们走 你也不要担心 我可以处理好的 这两天打工的时候 我挣了一点小钱 足够咱们换一个地方租房子了 月月 你听话 我一个人就这样了 再也不能拖累你了呀 爸 江爸爸 你放心 我们不是来带月月回去的 我是她的亲妈没错 但是我毕竟 这些年缺席了她的生活 现在突然插入 她一时间接受不了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你才是那个真正养育她的人 她懂得感恩 离不开你 我谢谢你 把她教育得那么好 所以 我们这次来 就真的想是帮助你们 至于 月月她要不要跟我回去 全听她的 你真的这么想 我发誓 我绝对尊重你的想法 我也是 可向你保证 不会再做那些 自以为对你好 去伤害你的事情 我们都尊重你的选择 暂时只有这个了 谢谢月月 明天一早你们就离开吧 这不适合你们 月月 我只是想要更了解你一点 你可以不跟我回去 但是你至少给我一个 弥补你的机会吧 我不会打扰你这场生活的 我只是想要更了解你 嗯 嗯 妮儿 妮儿别走 妈妈错了妮儿 妮儿 啊妮儿 爸 是不是哪儿着火了呀 你干什么呢 怎么弄成这样了 我听说 你不是要去餐厅上班吗 我就想着给你做个早餐 可以带在路上吃 没想到就是跟你厨房不太熟 冒烟了 对不起啊月月 我没想到我第一天来 就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容姐出人呢 你俩明天就走吧 这里不适合你 哎 月月 月月 不用着急啊 大家都有 谢谢啊 我们呢 这创造了一个基金会 专门用来扶持呢 家里的留守老人和儿童 这样你们不用担心 就是儿女走后在家吃不饱穿不暖了 大家就不会吃不饱穿不暖了 谢谢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都有都有 哎呦 月月 他是你哥哥吧 这小伙子太热心肠了 今天一大早就帮我们扛女子了 还挨家挨户的送 就是啊 勤快的很 对对对 不用客气大家 我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照顾一下我妹妹 月月这小姑娘啊 本来心里就很善良 没想到她们两兄妹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看到她找到了亲人啊 我们都为她高兴 是的 是的 就是就是 我们也很开心的啊 对对对 开心 这样吧 爷爷奶奶 我给你们送回家去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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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搬家里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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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月月 嗯 你放心 我们这次不是在作秀 我知道 这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 你肯定在这儿充满了感情 妈妈是真的想做点什么 来帮助大家 啊 基金会的事 已经在着手办了 马上就可以成立 你们什么时候走 唉 如果我们在这儿 确实会让你不舒服的话 我和景初 我们下午就离开 唉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们晚点走的话 可以等我回来一起吃个晚饭 真的吗 真的吗 我们可以一起吃饭 那 那我 那我 那个 你不用做饭 我到时候带回来就行 好 啊 月月 谢谢你 谢谢你给妈妈再次了解你的机会 瞎呀 弄到我衣服上了 对不起女士 我来帮你清理一下 晦气 我这件衣服你知道有多贵吗 弄坏了你赔都赔不起 实在对不起 你刚才从后面走过来 我真的没有看见 我帮你处理一下吧 你的意思是我不长眼了 不是不是 对不起女士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晦气 打扰了我用餐的兴致 你说怎么办吧 叫你们老板过来 对不起 江月 这是怎么回事 你平常干活挺利落的 今天怎么毛手毛脚的 老板 女士 您看要不这桌先给您免单 然后您随便再点点什么吃 你以为我是穷逼吗 稀罕你这点免费的饭 我这么贵的衣服 你弄坏了赔都赔不起 这样吧 小姑娘 你要今天能想个法子 让我高兴高兴 我就不追究了 周九初 你别乱来 我不能没有这个工作 这位女士 我是她哥哥 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向我追究 你是她哥哥 嗯 看在你是帅哥的份上 我就不跟他计较了 不过呢 你要和我一起共进晚餐 容景初好像真的变了 变得没那么横行霸道 居然还为了我低声下去 去陪别人吃饭 还是不能这么轻易原谅他 居然十美难尽 嗯 这人是谁啊 嗯 他 他是我哥 你哥 我以为是什么跟踪狂呢 从你上班开始到现在 他一直在这儿 哎 嗯 你先回去吧 我就带着你安城 我坐这儿等你就行 放心 我不会打扰你工作的 容景初 这根本就不像你啊 我 就是想保护你的安全 做这些 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月月 你真的要休学吗 其实我觉得 你可以换一个环境 搬到咱们学校旁边 这样的话 方便你上学 也方便你照顾江叔叔 哦 我不是要逼你的意思啊 我这就是个小小的建议 而且我和我妈搬走以后 那个王刚肯定会报复你 我就是担心你们的安全 其实这个呢 我也想过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钱 可以去租学校旁边的房子 我给 我的意思是 我可以帮你一起赚钱 哦 这个 毕竟这一切的风波 都是因我而起的 我也挺自责的 你堂堂荣家大少爷 能干得了洗碗端盘子 送酒送果盘的活 我当然可以啊 而且我想让你现在就认识到我的改变 哦 其实从一开始找到你那伙 我就很希望我们一家人像小时候一样 开心快乐 只不过 或许是我错了 月月 人总会因为重要的人而改变的 妈妈收养了我 对我安重如山 那你又是妈妈的女儿 所以在我心里 你和妈妈一样重要 容景初 嗯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啊 你这么煽情 月圆内心 其实是在意你们的 嗯 你做的事 没有人可以强求 如果 可以的话 容夫人 我希望你能够 说服月月 尽早带她离开这里 嗯 我住的环境 你也看到了 这十六年来 月月跟着我 吃了太多的苦了 不不不 江爸爸您别这么说 我 月月跟你没有受苦 反倒是您给了她希望 我 向医生也打听了您的身体状况 想必 月月停学回来 就是不想给自己留遗憾 如果您执意要她回去的话 反而会让她因为没有照顾好您 而抱患终生的 哎 我有个想法 好 您是月月的恩人 也就是我的恩人 我容朱 愿意赡养您的后半辈子 如果您愿意的话 可以搬到我们的养老院去 嗯 不过 月月可能不太会同意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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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 你真的愿意跟我回去啊 我愿意接纳你 但我暂时还不想回荣家 我想跟爸爸在学校租个房子住 方便照顾他 没问题 妈妈都愿意你 都愿意你 那 咱明天一早就走 尽管 谁也已吹白我的头发 月月啊 你冯叔听说你重新回来读书啊 高兴坏了 正在家等着你呢 要不 我还是先不进去了吧 我先把我爸安多好了再说 月月 这你就客气了 以后江叔叔就是咱们荣家的人 而且你平常不是上课嘛 叔叔正好也没事干 正好冯叔叔没课的时候也闲着 一起钓钓鱼 曬曬其多好 就是 要不我先带您进去吧 那我先进去了 你们也快点啊 月月 我有话对你说 江月 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 要是没有你 我永远就是荣家的大小姐 去死吧 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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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容就出 哥 哥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的 警察警察 你怎么了警察 这一切不怪我 你要不就怪姜月吧 这一切都是因为她 盛景初 你醒了 你真是吓死我了 你以后再也不能这样了 你知不知道车如果开得再快点 你就死了 承 承 对不起对不起 我就是太着急了 你这么害怕你跟我死 你少自恋了 对了 也叫我名字 看你伤得也不是很重 那我先走了 等一下 你有看清楚 是谁伤的呢吗 是龙一心 一心 一心 做出这样的事情 如果不是我拦着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她从小就不太喜欢我 长大之后 自从我进入这个学校 她就开始针对我 我之前本来想说 等咱们相认之后 就抛下以前 重新开始 但是 有些人之间 可能就是没有做亲人的缘分吧 月月 你先休息 我晚点再来看你 雨晴 哥 你没事吧 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开车撞你的 你去自首吧 你说什么呢 你忍心让你妹妹去坐牢进监狱吗 那你就忍心开车撞尼儿吗 她也是我们的妹妹 你怎么忍心的 不 她不是我的妹妹 要不是因为她 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种样子 你清醒一点吧 天哥的话 去自首 不 哥 我不想坐牢 快去帮帮我 你帮帮我 月月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不如我求求你 只有你能帮我了 我不想坐牢 我看这状态 只是一时冲动 我当时看着你们一家人团聚的样子 我的心 就像被刀割了一样 真正该道歉的不是我 但不必是我 我可以 抱怀 你还知道我是你妈 妈 我真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你心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月月 一心 毕竟从小跟在我身边长大 如果她愿意悔改的话 你能不能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啊 好 没教育好你 是我的错 但是你现在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 并且你现在是成年人了 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妈妈这次 不会再帮你了 警察 警察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你居然报警了 妈 我是你女儿 你跟那个江月 你们俩能有多少感情 才四年 我在你身边二十年了 多少个日日夜夜 我就比不上她吗 容易心事哪位 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没错 妈 妈 哥 你们救救我 救救我 带上 哥 爸 请跟我们走一趟 走 救我 妈 江月 我喜欢你 可以和我在一起吗 不好意思啊 我跟你不太熟 那个 我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收下我的花 我们就算认识了吗 而且我也爱慕你了好久 求你答应我的表白 这宋阳怕不是看上 人家大小姐的身份 就是呀 你不上周还在追 隔壁系的班花吗 怎么 这江月一回来 你就展开公事了 你说谁追谁 容少 她在追你妹妹 干什么呢 别耽误我妹学习啊 年纪还小 不是谈恋爱的时候 容少 我是真心喜欢江月的 我发誓 以后肯定好好对她 追到还没追到 你做话大饼啊 你最记住一句话 我是她哥 没人能比我对她更好呢 容景初 你怎么出院了 你是你怎么样了 再不出院 妹妹被人拐走 我都不知道 容景初 说好不管我的私生活的 你这样肯违反 我们之间的约定了 对不起啊 我就是太冲动了 我给宋阳那小子道歉去 不用 我又没生气 我的意思是 这种事情 我自己可以处理好的 那我不是怕你没经验 对那男人给骗了吗 我是那么随便的人吗 而且那个宋阳 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高大的 有责任心的 高大和我很符合 责任心我也有了 我以后找男朋友 不会还要经过你的审核吧 那当然了 我可是你哥呀 那我不找 我说你脑子想什么呢 她可是你妹妹 怎么能产出这种色 来快吃吧 景初 想什么呢 来 妈 没什么 对 我亲手包了一些饺子 你等会儿 给月月他们送过去啊 我明天再送吧 你怎么回事啊 之前还很阴晴呢 这月月才回来没多久啊 你就懈怠了 怎么挡搁的 不是我 那是什么原因 妈 我说出来 你可别骂我 那你先说说看吧 就我对月月的感情 好像不只是单纯的 兄弟事情那么简单 你小子 喜欢月月啊 你小子 喜欢月月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我就感觉我对月月 和对一新的感情不太一样 说说 你说我对一新吧 就是哥哥传爱妹妹这种喜欢 纵容她 我就觉得很开心 可是对月月 我感觉很奇怪 就刚开始那会儿 我觉得欺负她 逗她好玩 就故意在她面前使坏 一开始觉得是我讨厌她 可后来我才发现 好像是我想见到她 想在她面前展示自己 还有 快说 你可真棒 还有就是 原来有人对一新表白 我就抱着看热闹态度 可是昨天有人对月月表白 我就感觉 我有一点吃醋 妈 你说怎么办 凉拌 雪安 你说你啊 这好不容易让月月 接受你这个歌 你又想当人家男朋友 你这 我看没戏 妈 你这意思是不反对我追月月了 我可没说 那我现在给她送饺子 哎 哈哈 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江叔叔睡了吗 还没呢 哦 我妈包了点饺子 我迅速送过来 给你和江叔叔尝一尝 谢谢啊 那你早点休息 明天见 啊 啊 啊 那 我 没事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那你说 是这样 就明天我们家家宴 你和江叔叔记得来参加 啊 这什么 你 景初啊 哎 那个红烧肉挺好吃的 给月月夹一块啊 哦 吃肉 景初 你不是有礼物送给月月 嗯 啊 现在吗 什么礼物啊 嗯 嗯 容景初 你是不是送错了 没送错 月月 我喜欢你 我想追你 你别闹 你是我哥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而且 妈和冯叔叔都答应了 江叔你觉得呢 哈哈 你们 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出我 哪有人在这种场合上表白的呀 那你的意思就是 不抗拒我追你了 不抗拒也不代表你 可以知道 要看你表现吗 哈哈哈哈 快吃饭吧 吃饭吃饭吃饭 哈哈哈哈 哎呀 妈你 quantities Welcome Oculus 我们 来 issant